76岁的硬汉史泰龙高能来袭 身为纽约黑手党组长的他 为帮派背锅做了25年牢 如今刑满出狱后却没受到应有的尊敬 刚回到帮派 曾经的老大就为他设下了鸿门宴 让儿子琪琪和心腹站在龙哥的两侧 龙哥不相信老大会亏待自己 便出言试探 他强压心中的怒火 等老大给个说法 但老大却示意他先坐下谈 这时琪琪开门见山 说25年过去吧 帮派里已经没有龙哥的位置了 让他去塔尔萨开疆扩土 为帮派树立新的旗帜 潜在含义就是要放逐龙哥 此时的龙哥依旧抱有一丝幻想 将目光看向了老大 但老大闪躲的眼神早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对此龙哥不再忍耐 直接起身来到了老大的面前 龙哥没想到一个小卡拉竟敢上前对他指手画脚 直接一拳将他干倒在地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龙哥懒得和他们这群无情无义的家伙继续争论 决定前往塔尔萨自立门户 没多久 龙哥便来到了塔尔萨 刚出机场 他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在前往酒店的途中 刚好路过了一家大麻店 从司机小黑口中得知这里不受任何帮派管辖后 龙哥便打算先搞点钱花花 来到店内后 龙哥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竟然没有安装监控 并且还只有一名保安 除此之外 在和前台闲聊中得知这里只收现金后 龙哥简直乐开了花 立即要求和老板见一面 门口的保安发现龙哥是来闹事的 便从兜里掏出房廊喷雾让他离开 龙哥也没反抗 静止走了出去 然后拿起车盖上的保温杯 杀了个回马枪 屋内的老板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龙哥让他举起双手站到柜台前 并要求查看他的交易记录 迫于无奈 老板只好打开电脑 看着上面的数据 龙哥发现这里的生意还不错 便打算以此为据点 再创辉煌 于是他跺了跺脚 用最和蔼的语气说着最嚣张的狠话 给足了威慑之后 他又把手搭在老板肩上 把老板拿捏得死死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老板也只好识相地打开保险柜 龙哥提出每周抽取他两成的利润 作为回报 龙哥将会为他提供保护 就这样 龙哥刚到塔尔萨就赚到了起步的第一桶金 随后他递给小黑五万美金 让他去帮自己去买辆最新版的林肯汽车当作家 紧接着他又给了小黑两千美金当作一周的工资 让他当自己的专职司机 小黑笑得嘴都快裂开了 到了晚上 龙哥独自来到酒吧 虽然他年事已高 已经76岁了 没一会儿 龙哥散发出的荷尔蒙气息 很快就吸引了一位小姐姐投怀送抱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女人的身份可不简单 76岁的龙哥依旧雄风不减 和他打扑克的女人对他的好兄弟非常满意 但他根本不知道龙哥的真实年龄 他本以为龙哥顶多也就五十来岁 然而当他得知龙哥76岁后 整个人都麻了 女人无法接受自己和一个糟老头子打扑克 捡起地上的衣服想要离开 次日 龙哥等着新收的小弟给自己送车 谁知小黑竟开了一辆保姆车来了 属实没排面 这让龙哥有些生气 问昨天给他的五万美金没拿去买车吗 小黑一脸委屈地说自己因为长得太黑 被四儿子店老板歧视了 还说要报警抓他 龙哥一听 顿时不乐意了 竟然还有人敢欺负他的小弟 随后他直接带着小黑杀进了四儿子店经理办公室 没有过多的废话 直接一拳将其干倒在地 紧接着龙哥对他说 你要么以五万美金的价格给我整一辆顶佩林肯 要么就等着关门 拿到顶佩的林肯现车后 龙哥就带着小黑去大麻店收保护费 同时还送给了老板博迪一套监控设备 既然拿了他的钱 那自然要保障他的安全 规避一切风险 除此之外 龙哥还决定帮他去重新谈一下面粉价格 龙哥一马当先 举手投足之间竟显大佬气质 看着面前大片的种植基地 龙哥心中很快便有了计划 没一会儿 他们就见到了这里的老板吉米 吉米直接开门见山 说买牙1200一个单位 十个单位起定 龙哥一听 起身就要走 表示这价格一点诚意都没有 吉米见状 立即明白龙哥是个懂行的人 便让龙哥提出个方案来 龙哥也没急着报价 而是先秀了一波 自己对面粉的认知度 表示自己刚才进来之前 就发现下面的种植基地 有催熟的芽 经验老道的他一眼 就能看出这些残次品 吉米听后明显被震慑住了 既然想要的目的达到了 龙哥也不再逗圈子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报价 吉米思索片刻后 感觉价格还算公道 便爽快地答应了龙哥 回去的路上 龙哥突然玩心大气 不仅吐起了烟圈 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逗波迪玩 龙哥见波迪有些生气 便赶紧笑着把烟递了过去 紧接着他对波迪大吐苦水 表示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快到他这种老家伙 都有点跟不上了 就比如前几天 他去寄快递的时候 柜台竟然不收现金 只能刷信用卡 为了跟上脚步 不被时代所抛弃 龙哥也只好让小黑 带着他去银行办卡 可蹲了25年劳的他 身份证早就过期了 对此龙哥便打算 先去报个驾小 因为有了驾驶证 就相当于有了身份证 然而科目一的题目 他是一个都不会 于是描向了 灵桌小伙的视觉 谁知小伙竟敢 抬手挡住不给他抄 好家伙 龙哥直接摘下了眼镜 只见龙哥扯开他的手 摆出一副要打他的架势 迫于龙哥的威慑 小伙赶紧认怂 不敢再抬手遮挡 这还不算晚 接下来的拍照环节 龙哥这驾轻就熟的样子 给摄像师都整蒙圈了 拍完了照 龙哥去拍科目二 女人告诉他得等到五周后 才能参加路口 龙哥见状 立即动用超能力开后门 女人接过龙哥递来的钞票后 非常熟练地塞进衣服里面 回到酒店后 龙哥正准备休息 之前有过一夜狂欢的女人 便找了过来 女人叫比尔 是枪炮管理局的探员 她今天在开会时 领导强调有个刚出狱的黑手党 来到了塔尔萨 让大家多多留意 比尔一看照片当场就愣住了 这不正是和自己打过扑克的龙哥吗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龙哥表明身份 并警告他千万不要犯事 比尔的本意是来划清界限的 毕竟一个警察和黑帮大佬纠缠不清 总归不太好 但有些东西是很难逃避的 特别是面对一个成熟且富有魅力的西装暴徒 没多久 到了龙哥路考的日子 他带着教练在路上循规蹈矩的行驶 本以为能轻松通过 然而在一处拐角等待红灯时 一个蒙面匪徒突然追了上来 愤怒的龙哥立即开车追赶 是要将对方大卸八块 最终蒙面匪徒的车技略胜一筹 一个急速变响 利用过往的车辆将龙哥堵在了后面 虽然龙哥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看着对方离去 好在龙哥经验丰富 立即用手沾上考官的血 在挡风玻璃上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 没一会儿警察赶了过来 龙哥警告考官不要乱说话 随后龙哥便被带到警局路口过 龙哥毕竟是一代黑帮大佬 自然不希望警察插手此事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让对方付出代价 所以他把这场枪击事件推给了考官 说是考官乱给别人挂科 引来了对方的报复 两名警员一听就知道他在扯淡 但奈何没有其他证据 只能暂时将龙哥扣下24小时后释放 没多久 比尔就找了过来 以办公的名义把龙哥提前捞了出来 虽然他很想和龙哥划清界限 但龙哥那该死的成熟魅力让他难以自拔 尽管他知道龙哥已经76岁了 但他还是情不自禁的身陷其中 九族饭饱之后 自然是要打打扑克的 龙哥心想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肯定还会有下一次 送走比尔后 龙哥给纽约的帮派打了电话 问他是不是之前揍的那个小卡拉 找人报复自己 其其非常肯定地表示 不是小卡拉干的 听到这 龙哥暂时选择了相信他 随后龙哥带着一束花去医院看望住院的考官 并递给了他一份信封 里面有一万美元 一是对他受伤的补偿 二是想让他去找车管所的朋友帮忙 查一下蒙面匪徒的车牌号 之后根据考官提供的线索 龙哥找到了被蒙面匪徒遗弃的作案工具 并在里面发现了一块没有烧完的毯子 上面的标志正好是五公里歪的一家马场 于是龙哥便守在马场门口调查 没一会儿他就看到了一个二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阿曼尼 龙哥很快意识到他就是之前袭击自己的蒙面匪徒 可就在这时 龙哥看到了他和家人温馨的画面 有些于心不忍 不想伤及无辜 便等到第二天他送走家人后 再偷偷摸到身后用枪抵住他的后腰 很快两人来到屋内 龙哥质问他是不是琪琪派来杀自己的 阿曼尼听后一脸的冤枉 表示自己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琪琪了 对于这样的话龙哥显然是不幸的 上手就是一个大笔斗叫他做人 让他最好老实一点 为了保住幸运 阿曼尼当场爆料 表示龙哥之前为帮派坐牢的二十五年期间 黑手党的老大担心龙哥翻供 出卖帮派便暗中派人在监狱里除掉龙哥 可惜没能成功 而他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 害怕被灭口 所以才逃离帮派 来到塔尔萨隐姓来民 可好巧不巧 龙哥刚到塔尔萨没几天 他就在商场里看到了龙哥 以为是帮派派龙哥来杀他的 便想着先下手为强 袭击了龙哥 听到这 龙哥的心都碎了 他和黑手党的老大青铜手组 一直都很敬重这位老大哥 却没想到对方竟然想要置他于死地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他无情无义了 虽然阿曼尼之前差点杀掉了他 但龙哥现在需要人手自立门户 所以他放过了阿曼尼 将他收入麾下 为自己卖命 接下来 龙哥打算统一塔尔萨的地下势力 以王者之姿重返纽约 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所以他开始拼命搞钱 先是收服了大麻店的伯迪 然后又一个人魅力收获了一家酒吧老板米奇的中心 而米奇在自己父亲面前是这样评价龙哥的 没多久 龙哥发现笑气在当地很受年轻人的喜爱后 便打算进军笑气行业 因为这东西成本低 风险小 利润还高得可怕 于是他找到米奇 让米奇以酒吧的名义购买大量的鲜奶油 因为泡发鲜奶油需要大量的一氧化二氮 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正规渠道低价购买一氧化二氮 而所谓的笑气其实就是一氧化二氮 这样既能低价拿货 又能避开官方的调查 简直两全其美 到了晚上 龙哥便安排博迪和小黑去年轻人的聚集地干活 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就卖完了准备好的食品笑气 赚了三千多美金 次日 小黑开着大林肯去酒店门口接龙哥 上车后他向龙哥汇报了昨晚的战绩 表示如果能弄来更多的笑气 业绩还能翻上好几倍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当地最大的黑棒 机车党的注意 机车党的老大叫基兰 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暴徒 笑气产业一直都是他们在垄断 如今有人赶胡口多时 如果他们不给对方一个教训的话 以后将会有更多的人挑衅他们的权威 所以基兰当晚就派出手下教训了小黑和博迪 抢走了他们赚的钱和剩下的货 第二天龙哥得知两人被打的消息后 决定找回厂子为他们报仇 即便对方是当地最大的黑帮 但龙哥还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谁也不能阻止他搞钱 龙哥嘴上说得好听 要用计谋取胜 但到了晚上他又突然话锋一转 好家伙 我咋不记得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 绕来绕去还是得用武力解决问题 不过龙哥这一身西装暴徒的派头是真的帅 只见龙哥一马当仙 抡起棒球棍就打 根本不像76岁的人 在他的带领下 众人很快就干翻了机车党的这些小卡了 抢回了被夺走货和钱 完事后就来到米奇的酒吧庆 不过龙哥终究还是老了 刚才那场战斗留下的伤痕还是让他有些吃不消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是弟妹打来的 让他赶紧来一趟纽约 因为他的弟弟马上就要死了 看着濒临死亡的弟弟 龙哥强装镇定 自顾自的说着小时候和弟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可情到深处 没人能忍住 就算是龙哥这样的硬汉也不例外 他不想让弟弟看到自己流泪的样子 于是挂断了电话 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次日清晨 龙哥戴上金腰带 穿上鳄鱼皮鞋 不允许身上有一丝褶皱 因为他要用最体面的方式去参加弟弟的葬礼 最后送弟弟一程 龙哥来到纽约参加弟弟的葬礼 在这里他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女儿 妇女俩似乎有着难以调解的矛盾 虽然龙哥很想上前抱抱他 但他扭头装作陌生人的举动 让龙哥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独自来到外面透气 等到葬礼结束后 龙哥厚着脸皮来到了女儿的花店 他知道自己不配当一个父亲 但他还是想弥补对女儿的亏钱 可女儿却直呼他的大名 表示自己的父亲在25年前就已经死了 自古中校两男权 当初龙哥重情重义 为帮派背锅做了25年牢 狠心抛弃了自己的妻儿 以至于母女俩之后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除此之外 帮派还有个头目经常来找他们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此时龙哥意识到了不对劲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龙哥的央求下 女儿最终还是说出了那件事 帮派中的那个头目经常来家里侵犯他 说完便叮嘱他千万不要去报仇 因为他不希望父亲的余生在监狱里度过 听到这 龙哥低着头沉默不语 看似平静 但他内心的愤怒早已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汹涌 随后他带着满腔怒火来到医院 静止走进了老大皮特的病房 虽然他当初为帮派抛弃了家人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在乎家人 而女儿就是他的逆龄 处之必死 只见龙哥起身掐住老大的嘴巴 既然皮特不知情 龙哥便放过了他 但那个帮派头目必须得死 龙哥找到他后 直接一拳将他干倒在地 为女儿报完仇后 龙哥便离开了镇 第一时间来到了女儿的花店告诉他这件事 然而女儿听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反倒是指责龙哥再次破坏了他的生活 他害怕黑帮的人会回来报复 但龙哥却不以为意 表示自己做了一名父亲该做的事 而且帮派就算是要报仇 也不会找他的麻烦 事情确实如龙哥所预料的那般 当皮特知道这件事后 直接力挺龙哥 让手下的人不要再去追究此事 并且要安抚好龙哥的情绪 但他的儿子齐齐却很不爽 表示龙哥竟敢当着他的面杀死一名帮派同目 简直是胆大妄为 提议做掉龙哥和他的女儿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齐齐的内心 仿佛只要龙哥在 他就永远都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这也更加让齐齐把龙哥视为了眼中钉 虽然他不敢轻易动龙哥的女儿 但龙哥的女婿自然是免不了一顿毒打 完事后他又回到家里给父亲洗澡 回想起白天父亲说的话 他犹豫片刻后 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此时黑手党各大分舵的头领齐聚一堂 前来参加老大的葬礼 而齐齐作为帮派的继承人 借此机会向各大元老施压 提议找个机会干掉龙哥 各大元老听后全都敢怒不敢言 不过还是有人忍不住想为龙哥鸣不平 另一边 远在塔尔萨的龙哥正忙着和机车党干假 自从上一次龙哥带人突袭了机车党的地盘后 机车党的老大基兰便派人调查了龙哥的身份 得知龙哥是纽约黑手党的组长后 他也不敢轻易撕破脸皮 便打算先给龙哥一个下马威 于是他在郊外约见了龙哥 本着强龙不压地投舌的想法 他表示龙哥可以继续在塔尔萨利族 但必须要向他俯首称臣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谈不拢 那就只能兵戎相见了 说实话 龙哥还真没把机兰放在眼里 都懒得搭理他 然而机兰还不知道的是 现在对他威胁最大的并不是龙哥 因为警方已经策反了他身边的弹药专家 当比尔从弹药专家口中得知 机兰的账户里存有大量的非法资金后 便让他去机兰的房间里偷电脑 好巧不巧 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机兰撞见 德里干将的背叛让他怒不可遏 直接亲手勒死了他 与此同时 比尔见线人一直没有消息 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赶紧带人查抄了机车党的大本领 虽然没能抓到狡猾的机兰 但却找到了那台非常关键的笔记本电脑 回去后一查才知道 机兰的非法财产遍布全国 而警方只需要联合银行冻结这些账目 机兰就算是彻底废了 再也蹦跶不起来了 与此同时 琪琪拨通了龙哥的电话 表示父亲的离世让他想通了很多事情 同时也希望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都一笔勾销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琪琪决定明天亲自来拜访龙哥 龙哥毕竟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自然不会被琪琪那拙劣的演技所迷糊 他心里明白 琪琪是想找机会吞并 他在塔尔萨发展起来的新势力 既然如此 龙哥便打算等他来的反江义军 到了晚上 龙哥正准备回酒店休息 比尔突然找了过来 他告诉龙哥机车党已经完蛋了 虽然没有抓到机兰 但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所以比尔希望龙哥不要再节外生枝 龙哥听后 并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而是邀请他上楼喝一杯 顺便再打个扑克 可就在这时 吉兰带人找了过来 看到比尔中枪 龙哥赶紧抱着他 帮他压住伤口 避免流血过多 而吉兰则是溜之大吉 因为龙哥的增援已经到了 第二天 龙哥捧着一束鲜花来看望比尔 另一边 琪琪带人来到了塔尔萨 龙哥也很快来到酒店赴约 他懒得陪七七继续演戏 急着去找吉兰报仇 便直接开门见山 处理完这里的时候 龙哥找到了伯迪 让他黑镜被警方拿走的那台笔记本电脑 转移吉兰的资产 伯迪除了是一家大麻店的老板外 其实还是一名顶尖的黑客 这种事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很快就把吉兰的账户洗劫一空 而龙哥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激怒吉兰 让他来找自己 与此同时 比尔收到了龙哥寄来的贺卡 里面还有一个U盘 比尔插上电档一看 发现里面有整整一百万美金 这是龙哥对他受伤的补偿 到了晚上 龙哥带着人在酒吧里严阵一带 他知道吉兰一定会过来报仇的 所以他提前安排手下设置了陷阱 在龙哥等人的埋伏下 机车党的这些小卡拉很快就被解决了 吉兰健壮想要逃跑 但却被冲出来的龙哥摁在地上一顿暴打 吉兰想要反抗 可面对暴怒的龙哥 他只能被动挨打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处理完这些琐事后 龙哥把女儿和两个外孙接到了塔尔萨 享受天伦之乐 另一边 上级领导发现了比尔和龙哥之间的关系 而比尔也做好了被革职的准备 却不料上级尽给了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晚上龙哥在酒吧里举办了派对 庆祝自己的赌场开业 可就在这时 手下突然说外面有人找他 出来一看 竟然是比尔 龙哥问他为什么不进去喝两杯 话音刚落 好几辆警车就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比尔为了将功赎罪 用龙哥给他的一百万美金将其送上了警车 塔尔萨之王第一季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76岁的史泰龙依旧硬朗 风采不减当年 那股举手投足之间的大佬气质 以及浑身散发出成熟男人的魅力 简直老少通吃